前天跟我做 男朋友一出门就不停打喷嚏 应该是过敏 春季是过敏高发期 作为九万千宠爱女生的女神 今天就教教你们怎么预防 春季最容易花粉过敏 尽量避免在花粉最多的傍晚外出 外出也要戴上口罩和眼镜 睡前关好门窗 防着花粉和柳絮飘进房间 白天出门不管是晴不晴天 都应该擦上防晒霜 让肌肤隔离带有粉尘和满虫的脏空气 频繁更换化妆品也容易导致皮肤过敏 卖化妆品前要做简单的皮肤过敏测试 或者咨询店员 春天皮肤干燥敏感 要选以保湿为主的化妆品哦 如果对冷热空气过敏 还是乖乖的穿上纯眠长袖预防吧 出现皮肤过敏 一定要在医生诊断后用药 千万别自己乱买药膏涂抹 外用药中多含激素 见效虽然快 但停药后反而会加重哦 吃东西也要注意 别急着拍照 看清楚有没有自己过敏的食物哦